-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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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愛叫聲 - 叫不是 - 天天不上 - 在聽這時 - 嗚嗚嗚嗚 Jasmine 嗯? 怎麼辦我有點緊張 緊張什麼 因為情人節要到了 是嗎? 已經要到了嗎? 你這個已經 已婚的沒有再過情人節 我本来就没有对情人节很有兴趣啦 是哦 那我们干嘛聊这个题目呢 因为大家都会讨论这个题目啊 就是你知道 一旦春节的那些装饰卸下来之后 整条路上就是粉红色了 有粉红色哦 对啊 情人节就是粉红色啊 哦 大家还是会布置就对了 对啊 那些商店就是粉红色的啊 是商业行销嘛 对不对 基本上情人节这个节日就是 给商人赚钱的机会 给商人赚钱的机会 也给一些想要恋爱的人一些 一个借口啦 对对 卖巧克力 卖花 卖包包 对 那我问你 你收过最厉害的情人节礼物是什么 我没有在收情人节礼物 没有收过 啊你好悲哀哦 我们干嘛做这一集啊 哈哈哈哈 没有 因为我很 因为因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以前就是 谈恋爱琳琳琳琳琳琳琳对不对 然后就是没有在情人节的时候有男朋友过啊 哦 所以你有情人节都是已经是老公了 对 哦 好妙哦 对 然后因为刚过完生日 那巧克力我会在生日的时候就先收到 先收到 嗯 对 巧克力很省了 对 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生日还蛮尴尬的 对啊 跟过年卡在一起 有时候就跟情人节卡在一起 对 对 这样子真的会 就是让对方 嗯 就是很困扰 就是让身边的人蛮困扰的 这样子 对就是 就是找不到人 就是要准备连续送 对 然后再不然就是他们在送你前面一份礼物 通常是生日先送 就会说 诶这个就是 连着过年红包还有情人节礼物都一起来了 这样子 就算要过收到的礼物也总是比人家少 这跟去人家的婚礼是一样的意思 我不 我没有 我如果没有打算要结婚 我就是一直抱一直抱 对对对对 永远都会收不回来 对 没错没错 哎哟 好啦 诶 其实你知道吗 情人节啊 在日本啊 嗯 2月14号 嗯 其实是女生跟男生表白的日子 哦 嗯 那男生什么时候跟女生 男生还有一个白色情人节 3月14号 可是他是回复啊 对不对 他是回复对他表白的女生 对对对 就在日本是这样子的文化 那这样所以男生没有表白的机会吗 男生哦 男生应该就除了情人节那一天吧 其他情人节 哈哈也是哦 对哦 这样说也对 对因为女孩子比较含蓄嘛 对嘛 所以他一年里面给他一天 2月14号 让他有机会表白 对 给他一个勇气 男生你什么时候要表白 那么可以 嗯 对啊 晚上喝醉酒 就开始乱打电话 就开始表白 哈哈哈 什么东西 呃 哎呀 这一招真的很多男生很常用好不好 你用过 我没有用过 我不喝酒啊 哦也对齁 嗯 好哦 但我常常听到女生这样子讲啊 是哦 对啊 好险我没有遇过人家这样子 对啊 所以男生根本不需要情人节啊 嗯 对啊 但是我刚讲到那一个 就是2月14号是情人节嘛 女生送男生礼物 女生表白 对 3月14号白色情人节 嗯 男生回送礼物 嗯 嗯 然后表达自己的就是心意跟想法 哦 就比如说你可以回他一个 回他一个 呃不怎么样的礼物 表示被打枪了 我好像有听说过就是有分等级啊 就是譬如说 回你像 例如像一颗 金沙这种就是 我们继续当朋友吧 之类的这样子 一颗金沙 对就是继续当朋友 对对对 那类似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是回的 回的那个礼物月 越用心越隆重 越多 他就是 心意可能就是相同相等的这样子 蛤 欸可是一颗金沙对我来讲 已经很隆重了 哈哈哈哈 那什么脸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就会觉得 没有啦没有啦 我最少会买一整盒啦 是吧 你至少要一条三颗啊 金沙也没有 也没有再卖一颗的好不好 对啊 去买三颗 另外两颗我先吃掉 哈哈哈 我这样子有过分哦 嗯 好 没有关系 你是水瓶错嘛 我就 就这样过 没有我基本上 我好像 有啦 我有在情人节送过人家巧克力 嗯 对 也有送过人家小礼物 嗯 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 那个都是年轻的时候 长大之后好像就很少了 哦 长大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 伤人的伎俩 對啊 才不要中招 真的是这样子 嗯 你知道有一个 去死去死团吗 知道啊 去死去死团 PTT湘名 一定要知道的好吗 哦 对对对 你是表特版上面常客吗 不要一直强调这一点 我害羞啊 没有啊 其实我也不会害羞 对 哦 所以去死去死 但去死去死团 现在好像已经 没落了吧 嗯 是不是 因为就是大家 就是会 唤口号喊嘛 所以 就是以前的 去死去死团的成员 嗯 搞不好都结婚了 嗯 没结婚了 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去抗议啊 应该吧 对 我刚查 就是他们在05 05年 06年的时候 还有活动 嗯 就是他们在西门町 就情人节嘛 他们在西门町就举牌抗议 然后 大概就 他们其实是要抗议 就是情人节的这种商业文化 哦 对 倒不是说 他们真的会去伤害 就是路边的情侣啊 还是什么样 对啦 呃 去死去死团的文化 其实就是一个恶搞的现象啊 对啊 我也要嘲讽 嘲讽这种 呃商业操作 对 可是你不觉得 这种商业操作 跟春节回家的时候被亲戚问说 女朋友交了没什么时候要结婚 嗯 的那种 那种压力 可能是 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差不多的 有有有这种感觉 对啊 你看到哪里都会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攻击 这样子 一个不属于我的节日 对 属于大家 但不属于我的那种感觉 对可能就是这样吧 跟 跟当初那个什么无颗蝗牛 睡在中小动物上的那种感觉是一样 啊 对对对 大家都有归属 但我没有 对对 我就到马路上去抗议 好几量 对 嗯 但我当初 我小时候 看到这个团 我是觉得蛮有创意的 对啊 对啊 嗯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 嗯 还就蛮诙谐的 嗯 我跟你讲我刚才啊 在录节目之前 好 我还上网去查 哎 还真的有这个社团的粉丝团 一定有的 吧 但是我看他们成立好像是在2011年 2011年 对就去死去死团 应该是在就是2004 2003那时候就有了 对对对 那在日本应该更早 嗯 在日本他们其实是 呃 一个漫画叫道中作囚社 嗯 去吧道中作囚社 嗯嗯嗯 你知道这个漫画吗 对对对 里面好像有一个就是搞笑二人组 嗯 然后专门在破坏人家 比较好事的那种组合 嗯 但道中作囚社我是没有看过啦 哦真的哦 对对对 但我知道这个漫画是很早很早以前的 对 那去死去团 应该就是模仿他们这个 这个名称跟文化 嗯 对然后我看粉丝团在2011年 成立 那里面有一则贴文很好笑 哎 分享一下 哈哈哈 情人节又到了 身为团长的我要祝贺 全天下的有情人 都是 失散多年的亲兄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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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恶毒了吧 这什么东西 哈哈哈 就是 这个去死去死团里面的 贴文都是一些 哈哈哈 想要拆散人家 或者是诅咒亲侣 哈哈哈 是蛮有趣的 很疗愈耶其实 对啊 但他们很久没有贴文了 我觉得这个社团可能已经没落了 嗯 对他们可能转移阵地 那这个团长可能 呃结束单身了吧 嗯有可能哦 应该是这样 对 对啊 这也是情人节的 其实他 去死去团 像呃应该像是一个就是 反对 对情人节商业操作的一个 嗯 文化的代表 嗯 对他倒不是说反对人家谈恋爱 就只是反对商业操作 这样子 对啊 对 那情人节对你来讲 还有什么意义 情人节对我来说 就是可以买到很多 粉红色东西的 情人节限量商品 对啊 哦 我说实质上 哈哈哈 不是物质 精神上 精神上 就没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对啊 其实我那一天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大概 对就小时候 嗯 小时候 情人节那一天 我是不接受任何邀约的 因为我很怕人家误会说 我对他也有意思 哦 嗯 好像有必要哦 对啊 就会 他要是不小心 不小心 发现 啊之前怎么会是情人节的话 真的心里会骂斩话 欸可是我记得 我有一年的情人节 好像跟 跟一个很不重要的女生 一起约去看电影 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都单身了 哦 对 但你现在要我想 他是谁 我现在想不起来 唉 上天保佑他不要听到这一集 真的保佑 哦对啊 反正那个时候 我好像就是一个 呃不是 啊 其实是朋友 嗯 他不是那种没见过面的网友 是 是真实上的朋友 ok 然后我们就在脸书聊天情人节 要不要去看电影 对因为 我们那个时候两个好像都单身了 ok 对但我一下想不出来 是谁 应该是个正妹啊 嗯 嗯 不意外啊 何必需要说明呢 应该是个正妹 对 对啦 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那一天 就是不要轻易跟异性出去 因为很怕被误会 怕被传绯闻 不是 我很怕对方要我负责 哈哈 说我们交话吧 那我就很害怕 对啊 怕被表白 对 怕被表白 然后或者是怕被以为 有继续发展的机会 嗯 我觉得你这个太仿人了 不是啊 被表白就表白有什么关系 他就还要拒绝啊 是哦 就麻烦 欸我以前 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都蛮幼稚的 嗯 都会算说 欸有几个女生喜欢你 哦真的哦 对啊 我想一下 因为我们班男生太少了 嗯 就是从小一起长大 看电影 然后我们也会帮 就是 班上或者别班 很漂亮漂亮的女生算 所以有几个男生喜欢她 哦真的 那你们消息很灵通欸 废话 我们在学校是 插头的欸 哦是是是是 OK 好 欸我国中的是很坏好不好 哦 风头 那个风头很贱就对了 对 风头很贱 嗯 哪一种贱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这句成語 现在很少人在用 哈哈哈哈 有年纪了 有年纪了 嗯 好欸讲到国中的时候 嗯 你有写 你有收过情书吗 有啊 有 嗯 國小的时候 你国小就收情书 嗯 也是小一小二的时候啊 怎么可能 就有就是 注音符号写的 还有画画 哇你收到的 的情书是注音符号 对啊 那 那国小三年级之后 就再也没有这件事情 嗯 因为音乐班都是女生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 本来以前 因为高雄的音乐班就是 呃 新一国小新一国中 然后熊中音乐班 熊中音乐班 你想想看 在整个男校里面 只有音乐班有女生 那音乐班的女生 几乎就是 是女生可能都会有人追 这样子 是女生就会有人追 可能就都有机会被 就是都有人会追这样子 那你们班有几个人 对 没有我要说的是 我那个 因为国小国中都没有什么 机会跟班上的人 就是 就是 你不要把麦克风拿开好不好 哈哈哈 突然觉得 讲得很心虚这样子 就是 就是班上的人 班上的人 没有什么机会发展啊 对 然后所以就那时候就 满心期待说 呃那个 去熊中之后 就可以 收请书了 嗯 那殊不知 我自己 就是在 要升高中那一年 我选择了去另外一间学校 嗯 然后就 这件事情又 沉入大海 这样子 你就断了自己的后路 对 蛤你本来会是万人迷欸 其实也不会 对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太胖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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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国中的时候太胖 对啊 就比现在胖欸 有你国中的照片吗 都全 全数销毁 哈哈哈 对 就是胖到那个脸就是 长方形吧 长方形 对 就没有脖子 真的假的啊 对好恐怖 我不要回想起来 那 那时候几公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不出口 反正那时候就是胖到 我记得那时候考 就是考那个 那个什么 音乐之忧保送的时候 我妈要买 帮我买一件洋装 然后都 怎样都买不到喔 因为穿不下 然后我妈就 那时候 我妈就发下好语说 只要有穿得下 多贵都给你买 哈哈哈 对就是国三的时候 就压力很大 就是 很失控 欸 不过我们不是在讨论情人节吗 干嘛讨论我过三几公斤 我好奇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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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所以你有写过情书给女生吗 写过情书喔 嗯 我写 写的情书好像不是 不是情人节用的啦 哦 但 情人节的情书 我小时候有叫人家帮我写过 叫人家帮你写 那你知道他真的是写 嗯 好话吗 我有看过啊 没有我叫人家帮我写情书 倒不是因为我文笔不好 哦 是因为我字不好看 哦 所以你有给他内容 嗯 我大概跟他讲我要写什么 然后他帮我 然后他就帮我写 因为他的字比较漂亮 OK 对 因为 你知道国中的时候都 爱我很 我是很爱玩的 哦 对他也没在练字 但是 所以那女生有接受你吗 那女生拿去给老师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后来他有被 哦 我记得 那个时候 诶 那个时候还是可以 打学生的时代哦 哦 就是 那有的老师他会拿那个 椅子 椅子拆下来的那个木条 哦 对其中一片 我们老师都拿热熔胶 热熔 热熔胶也是有 嗯 我跟你讲我 什么东西我都被打过 嗯 衣架 衣架也有 嗯 热熔胶 然后铁齿 然后木齿 哦 然后椅子的拆下来的那个板凳 嗯 然后椅子到扫把 OK 哈哈哈 好 工具很多 哈哈哈 反正我国中就是很疲啦 OK 大概是国小国中的时候 哦哦哦哦 对然后后来到 其实到了高中也是很疲啦 哦所以你那时候还没有 想到可以写歌给女生 没有那时候哪会写歌啊 哦哦 写什么歌 人家 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古典 古典音乐家 古典时期的那些 古典音乐里面的音乐家 哇今天这种话都讲不顺啊 总之呢就是有很多人都是透过他们的作品 嗯 来当情书 啊对我记得以前国中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就抄歌词啊 啊对 对对 超歌词 欸这实在是很没有诚意耶 真的 超歌 所以你有超过吗 我没有我不干这种事 OK 我看到人家 超歌词当情书 我都觉得很瞎 嗯 对啊 啊这也 这不是 可能他跟你的 这首歌代表你的想法 对啊 那你就用你自己想法写就好了 你就没有文采啊 哦也是啦 对啊 嗯 那就跟电台点歌送点女生 是一样的意思 爱情青红灯 哈哈哈哈 那是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 啊你有待过电台 你应该有接受过点 点各种东西 有啊 call in 那个 call in 嗯 哇塞 爱情青红灯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当兵的时候啊 我们常会看的一个 一个杂志 小本的 哦 小本的杂志 嗯 然后上面会有 呃交友 交友专栏 笔友那种吗 对对对笔友 哦哦 然后就有那种 在找笔友的 嗯 然后也有那种笔友回复的 然后也有那种报道 登在上面给大家看这样子 对对对 登在上面给大家看 然后 我记得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会看到照片 哦 就有的人不附照片 有的人有附照片 嗯 然后我记得还有那种 就是 认识了之后 然后出去 出去玩的一些叙述啊 文章啊 哦哦 从笔友到真的交往 这样子 好有趣哦 对那后面还有真友的专栏 这是专属阿兵哥吗 呃 专属阿兵哥 应该不是专属阿兵哥 但主要的销售对象 看这主要看这杂志应该是 阿兵哥 好 因为你在社会上 你不需要这种东西啊 也是 对啊你就直接 拜托你在学校在职场 嗯 你都可以认识异性 对对 干嘛需要这种刊物 但阿兵哥真的很需要 嗯 诶 那个爱情青红灯 诶 以前在我们部队里面是要传阅的 诶 传阅吗 对啊 那不是人手一本 是有人买了之后 我看完之后 那比如说 我撕一页下来 我撕一页下来 表示说 哦这个笔友 我可能 哦啊 这我订了 哦 那看到最后的那一位 那本子就变很薄 哈哈哈哈哈哈 好哦 嗯 真的这女生大概不知道 但我讲 应该 像我这个年纪的男生 应该大家都知道 爱情青红灯 哇好有趣哦 好啦 我今天其实就是要 想要介绍一首 嗯 因为说实话 很多 很多 音乐家 为了 呃 情人 或者是女朋友 写的曲子啊 不见得是在一个 幸福快乐的状态 嗯 写的 悲歌 对 嗯 所以因为那种话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去掉了很多首 所以我想要 跟大家介绍一首 真的是带着那种 非常 呃 哀伤的心情 不是就是 快乐的心情 很快乐的 风光明媚的那种感觉 就是充满希望的 梦幻的那种 嗯 那还看见你的玫瑰 不是啦 哈哈哈 他是那个 舒曼的梦幻曲 他是写在 舒曼的一个曲集里面 叫儿时情景 那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是他跟他的 他后来的老婆克拉拉 嗯 正在恋爱的时候 那他跟他 他跟克拉拉 克拉拉是他老师的女儿 嗯 所以那时候他 他的老师其实 不赞成他们的婚姻 所以那时候其实 一个被拆散的状态 然后 所以 呃 which means 就是 舒曼其实比克拉拉 年长蛮多的 嗯 然后这也是 那个老师 不是很喜欢的 一个原因之一 反对老少配就对了啦 也没有到老少啦 就是 但是真的有 有 有差 蛮多岁这样子 不是啦 这也蛮奇怪的啊 就是 我的学生 对 上了我的女儿 我的 呵呵呵 对就是可能就是那种 感觉不好这样子 那总之呢 就是 舒曼在 呃 被老师 被老师反对 然后跟克拉拉分离的时候 他写下这些作品 嗯 然后他跟克拉拉说 我想着你的童年 写下这些音乐 他童年是什么啦 因为 舒曼 他童年比较漂亮是不是 不是 因为 舒曼 是一个少年的时候 到他们家去学钢琴 他是 他是克拉拉的 爸爸的学生嘛 哦 对 对 当时的克拉拉还是小女孩 哦 他有练童癖 所以他说 他说 我想着你的童年 写下这些音乐 这样子 然后就是 后面有很多 就是一些情话这样子 就是 原来舒曼是个练童癖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没有 就是喜欢 年纪 小的 轻的女生 没有 最主要是克拉拉拉也是漂亮 又有才华 哦 嗯 那他为什么要想他小时候 为什么不是想现在呢 我觉得就是想要 压力大 变胖 没有 他是想要展现说 我的音乐里面 有你当时的那个 纯真单纯的样子 他想要把它留下来 他说 儿时情景并不是一部 为了小孩写的 而是为了大人写的 回忆小时候 保存小时候的作品 哦 我知道了 等一下想要给大家听的 这个梦幻曲啊 就是真的就是很梦幻这样 就大家可以听听看 凡朴归真的感觉 对 对 不是那么邪恶 对没有那么邪恶 只是刚看到那句话 还是扑翅笑出来 对 好啦 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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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有点 有点 好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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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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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那时候男人透过鞭打女人 古罗马时代开始 那时候男人透过鞭打女人 来表示情意 是获得快感吧 好奇怪 对 这边已经够奇怪了 但是后面有更奇怪的 他说 年轻女性会排队等着让男性鞭打 因为他们相信这可以增进繁殖力 这有点难 这是SM的剧情啊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相信这种剧情一定拍过那种 哪还拍过那种小黄片 超级奇怪的啊 真的超级奇怪耶 我知道啦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 古罗马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比较受心 就人类原始的本能 然后比如说有那种想要征服女性 高高在上那种思想 要展现男子的膝盖这样 对对对就是SM啦 总之呢我就是看到这个标题 跟这个内容之后就觉得 透过SM来表达爱意也是吗 只是说那个是比较 比较变态的爱 但也是爱 也是一种爱 你就看到我脸部扭曲 太恐怖了 我来讲一个就是 是比较正式的说法啦 对啊这个比较正式 其实也是古罗马耶 罗马帝国的皇帝克劳迪二世 他为了充实兵力 那个时候是西人三世纪 到处来打仗嘛 然后他下令就是 所有的单身的罗马的公民从军 不能结婚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叫瓦伦泰 然后不理这个精灵 秘密替人证婚 结果被士兵逮捕 然后他在西元269年的2月14号被公开绞死 哦 绞刑啦 公开绞刑 所以Valentine's Day就是他的名字 对对对 就是瓦伦泰神父的名字 拿来纪念 这样子听起来可信度比较高 对啊 269年的2月14号 你看连日期都对 对啊 这应该不是后来唬烂的吧 嗯 公元268年 罗马皇帝克劳迪二世颁布金陵 嗯 哦对对对 然后隔年他就被 他就替人家证婚被处死 哦 这个对啊 这个看起来比较合理啊 嗯 对啊 但现在应该大家没有什么在注重 怎么有了 情人节的由来 对啊你想想看我到刚刚才想到 我一直觉得 情人节就是巧克力商人发明的 嗯 还有卡片啊 以前大家都要送卡片啊 对啊 这跟中秋节烤肉是一样的意思啊 也是 中秋节是不烤 嗯 原本不是烤肉 不是啊 不是啊 原本是吃月饼 对 哈哈哈 说到底 还是吃啊 说到底是卖月饼的商人 是饼铺发明的 对 没错 嗯 但我们还是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啦 对 又情人终成眷属 哦不对 我们播的时候这一集已经 这一集已经是情人节已经过了 没关系啊 有些人还要考虑3月14号要不要回送 好麻烦的节日哦 哈哈哈哈 真的很烦 真的 好啦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好 其他教授俏博士 我是其他教授大理 我是俏博士Jasmine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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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